每股周三全面收涨 G6台股今天以大涨393.4点 21373.64点来开出 涨市是持续 指数大涨超过了530点 重返了21500点 台积电今天除息4元也秒填息 上涨了38元到936元 最终是收盘在940元 上涨来到了43元 涨幅来到了4.79% 回答执行长黄仁兴 被问到台湾的供应链依赖 就说了台积电是最佳的 是世界上最好的 能灵活的迅速反应需求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快速的大扩产 并将在明后年持续的扩产 更说回答去年的营收 有一个巨大的曲线成长 如果没有供应链的响应 这个巨大的曲线增长是不可能的 因此包括台积电在内的 供应链的灵活性是非常惊人的 不过台积电的总裁为哲嘉 之前就信心的释出了 2025年量产的2亚奈米的接单进度 勾喊全球只有一家 不是台积电的客户 其他全部都是 完全令近期评释出2亚奈米 接到大单的三星电子 还有英特尔相形失色了 尤其三星不但失色 本身的良率问题 更是没有明显的改善 依据韩国的媒体 Business Korea 他们就报道了 说三星电子决定要撤离美国的德州泰勒厂的人员 此举显示了三星的先进晶元代工的领域遭遇了重挫 还没就逗逗的 他说三星为了掌握客户在德州设厂 然而三星持续地面临2奈米制成的挑战 导致于跟主要的近期台积电相较 它的效能比较低了一点点之外 量产能力也是比较不足的 而且这个厂的量产时间 也从2024年底一再推迟到了2026年 三星为了掌握客户在德州设厂 然而三星却持续地面临2奈米的制成挑战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三星的电子正计划着全球要裁员来到30% 两名消息人士就透露了 三星电子针对全球的子公司下达了指令 要求销售跟行销人员减少大约15% 管理人员部分则至少要减少到30% 这项计划预定在今年底前就会执行 不过到时候将冲击欧美、亚洲以及非洲的就业人口了 对此三星电子也发出声明 回应了财云市 说明针对海外的业务进行劳动力调整是例行的公式 目的是为了要提高效率 三星也表示了这些计划还没有具体的目标 而且变动不会对生产人员造成了影响 不过一名业界人士就说了 三星的环绕市的辖籍制成的粮率 大约为10%到20% 无法应付订单与量产 如此低的粮率迫使公司重新的考虑策略 并处理德州厂的人员 只留下最少的工作人力 一位半导体的教授也建议了 三星需要从根本上加强竞争力 三星内部的官僚主义 缓慢的决策跟低薪 是晶圆代工竞争力下降的主要的原因了 不过我们可以带您看到了 其实三星跟台积电来比较的话 可以看到在3奈米以下的 代工的粮率 其实三星是低于50%的 但是台积电是来到了60%到70% 另外带您来看到了 在第二季全球的代工市场当中 其实三星只占了11.5% 但是台积电是占了62.3% 等于是真的比三星好了蛮多的 如今晶片之争如火如荼的展开 不过神山台积电在全球的脚步似乎也越站越稳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卷入了金华神的弊案 遭到鸡压禁件之后 而前台北副市长彭正生 因为有勾串之语也遭到了鸡压禁件 为了厘清安情 北姐竞争是密集的提训柯文哲彭正生 还有约谈几位关键的证人 而今天再次提训彭正生 可以看到他其实是神情蛮轻松的 似乎还有露出微笑 随后被罚警压解到北姐开庭 不过下午也会针对民众党的假账案 也会约谈会计师端木正 不过现在金华神暴增的龙几率如何审议通过 关键仅扣在柯文哲跟彭正生两人的分工之上了 根据北院裁定鸡压柯文哲的理由 柯文哲有承认部分的事实 设犯徒利罪 与被指派为金华神专案经营人的彭正生 是否有共犯分工的事情呢 还有彭正生是如何执行上令 都是检方现在要离间的方向之一了 不过呢外界也传言不断 传出彭正生跟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可能会转为污点证人 对此呢检方都没有证实 不过沈庆金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他就说了 沈庆金并未认罪 也暂时不会考虑转为污点证人了 只是如今平原媒体再爆料 检联调呢复制了其日彼岸的模式 昨天瞧瞧到第一印行的数间分行 调阅了保险箱保险室租用记录 而且同步查扣 清查的对象呢不止柯文哲 还有呢陈佩琪 还有包括柯家的三名子女 亲友已经相关的同案被告 传出北解呢 为了厘清柯文哲的金流 透过评证分析跟金管会的系统交叉比对 近日顺利的突破瓶颈 原媒体报道了 报案的人员当下是有出示搜索票 起封查扣保险箱等等的强制作为 并在航库人员的陪同下持备用钥匙解锁 取出了寄存的物品来迷风 带回署内作为证物 不过对此呢 其实他们民众党的秘书长周玉秋 他就说了 他说呢其实他们都是并不知情的 而且又说这是左手右手消息满天飞 不知道到底消息是从而而来 不过呢会突然查到这里 似乎就是因为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数日遭到爆料说 平凡的使用ATM存入线钞到夫妻俩跟三名子女的账户 前后大约60次总金额高达619万元 加上陈佩琪的前后说法不依存钱的时间点也有一点点敏感 北市议员钟小平今天也爆料了 他说呢有市民跟他透露说 在信义的第一银行呢 林贵似乎有看到陈佩琪的身影在这几天 只是呢如今检方为将陈佩琪列入洗钱的被告 律师翁伟伦他就分析了他说呢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单纯透过ATM多次将资金存入账户 实际上很难构成洗钱罪 因为透过银行端仍有金流可以查询 而且账户也不是人头账户 是陈佩琪跟自己的三名子女的账户 翁伟伦透露了必须要有隐匿的金流的动作 才会构成洗钱罪 或是利用人头账户制造金流的断点 目前以陈佩琪的行为要认为他涉及到洗钱 或许是言之过早了 但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 还有保险箱到底有什么 现在是众说奔云了 前幕僚吴静怡又说了 柯文哲、陈佩琪这对夫妻说辞反复 而且又很爱大放厥词 真的是世纪的奇葩 全台湾似乎都免费订阅了 柯家人的金氏剧作 根本就是天天在追剧 吴静怡更说了 保险箱的特质代表隐私性、匿名性 不会出现在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查核 更能避免警方挂搜到 如今民众党群龙无首 民众党虽然力挺了 柯文哲是清白的 更要扮全台开讲的活动立体 但还是有一派的声音认为 现阶段应该要尽快选出 他们的代理党主席 不过前立委师任傅雄 他就说了 他说当柯文哲表态时 自然就会有人当接班人 但谁最后会当党主席呢 他认为就是看实力嘛 更点名说一定就是黄国昌 不过如今民众党虽然前后院失火 但依然举办了很多活动 希望能够催出更多的小草声援跟帮忙 但究竟小草能不能春风吹右声 外界也都放大解释 中秋节要来了 您有安排要旅行出去玩吗 不管是要出国或是国内旅游 马上带你来关心这几天的天气 跟焦丛状况了 首先在桃鸡的部分呢 桃鸡今天公布了12号到18号的 中秋假期的书运期间的预报 预估这7天的旅客数大约会达到86万到91万人次 运量的高峰预估在9月15号 旅运量达到13.3万人次 不过呢桃鸡的旅运量 今年到9月已经达成3000万人次的里程碑了 不过如果您要到花东玩的话 苏花公路何人到崇德的路段呢 9月13号到17号 还有18号的8点暂停施工管制 9月18号之后才恢复平日8点到5点的施工管制了 不过呢管制节间每日奉旗三次 奉旗的时段分别为早上的10点到10点20 中午的12点到1点 还有下午的3点到3点20 只是呢苏花公路山区近日呢 是受到了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的旺盛影响 容易会有短暂的延时长降雨 而且呢0403大地震之后呢 上坡边坡上处 依然有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提醒您如果要经过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您的安全了 不过呢另外中秋树域高铁也架开了140班次 已经卖出了46.1万张的车票 不过高铁也公布了热销的时段分别是9月13号 周五的中午到14号的下午4点前 南下比较客满 但是呢高铁也公布了 9月15号到17号中午后 北返呢也是热销的 只是呢高铁也说了 15号到17号中午前 如果您要北返的话 现在还有空位可以尽早去订票 但是呢天气状况 为何呢马上带您来看到了 首先呢今天全开天状况算是不错的 只有部分地区跟山区有午后的雷震雨 不过呢明天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台湾附近的风场转东北风 迎封面的东半部跟基隆北海岸仍有震雨 中南部依然有短暂的午后雷震雨 雨势可能会比今天稍微再弱一点点 不过白天的气温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还是有一点点闷热 至于背壁加台风 强度会是持续的增强 预测呢路径会稳定的朝琉球的海面移动 预估周日就会来到琉球那坝一带 下周一有可能就会抵达东海 并从浙江附近登陆 受到外围环流的水汽营草 周日到下周一呢 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都会有间歇性的雨势了 不过高温可望是有所的缓解 而到下周二呢 就是中秋节了 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台风来搅局 不过受到低压水汽的影响 东半部地区还有北海岸 以及东北角地区云量多容易有震雨之外呢 要赏月要从云凤中了 其他地区多半是多云实情的好天气 但是呢相对比较容易看到月亮 只是呢 因为呢 数值模式是持续的预报 下周呢 菲律宾东风海面 还有其他台风会形成 预报会不会有变化 还要再持续的观察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